你看這樣 我心會生病 叹了一口氣 里長短短一個月替這家子三人協助處理後事 除了他之外 沒有人敢靠近這戶人家半步 他們裡面確診 他們問他們家裡沒有留的小董 誰敢在那裡 老婆是知道啊 要怎麼效果 要怎麼處理 都要討論 一定會通啊 早點是不知道啊 一對喜慎母女 70歲的媽媽 6月3號發病 6號確診 撐不到8天病逝 46歲的女兒從發病到離世21天 現在連70歲的老父親一度病況穩定 無奈未好轉 發病後30天 不敵病魔摧殘也過世了 三位其實吸氣值都很低 表示一開始病毒量都不高 所以這個高齡的確是一個 引起死亡非常重要的因素 當地里長與病逝七十幾歲的李明 平常很有化療 交情不錯 卻判不到他平安歸來相聚 他就說做成消費的困惹 出名的確診是沒有人家庭而已 就幾乎老的如果好 回來才會跟各位拍攝 還想不到他無名的中環了 如今家中謹慎長子 得獨自一人面對空蕩蕩的老家 心都被掏空了 兒子大吐苦水 對於隔離過程有諸多抱怨 疫情攪局無情拆散一家人 令人唏噓